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激香港台家人一直同路 香港台上下一心 决定趁着圣诞假期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Lotus Twin Surface 逍遥游 黄道金赞助排名不分先后 地产威廉 BuyShip 尼安家司 伊妈团购 A Joyful Times UK 溫哥华 Filthy The Realtor Bear 地产红 地产铁三角 John Sun 海暴设计 或什么 喂 喂 喂 邓 你好 你好 上次有些事不好意思 出席不了 很多谢你帮我支持了 不要这么说 正所谓做兄弟的两协插刀 两协插刀是两协插刀 禮多人不怪 谁都要多谢 其实为什么要说礼呢 其实生活在澳洲 刚刚来的时候 都很久了 又觉得 虽然在香港 那时候离开的时候 都是一个英字的香港 有很多礼仪方面 都有相似 但是过来又完全好像 又总是觉得 有些不对路 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呢? 我觉得不是说对不对路 而是 我也是个句 就是我想象的 和现实的 是有分别的 嗯 是的 是有些不同 因为始终香港 所谓的那个 英式 英式始终是 可能会比较 传统一点 比较荒务一点 那来到这里 看到那些 看到大家见面的 情况 那些礼仪 那些名称呼 都是很假的 完全没有这个荒务的意思 甚至乎可以有一些懒惰的傾向 我最大的啟發就是核子摸杖 我們香港摸到那個杖的部分 並不是那個杖的全部 就是說譬如我們這個年紀 我們兩個加起來都是一百歲 我們小時候見到一些外國人在香港 就高級一點的 感覺上是知知聞聞那些多一點的 除了在灣仔的水兵之外 但是其實只不過是因為我 就是我當時沒有見過也沒有學過 沒有想像過 至少你其實在英國有很多不同階層的人 其實有些很粗魯的 那我只是摸到那個杖尾 但是沒有摸到那個杖尾的意思 我自己有這個看法 其實跟英文一樣 英文其實人人都以為 英文最原始的英文當然是來自英國 其他口音都是在其他地方慢慢演變出來的 其實澳洲原本的這個澳洲口音都是源自英國的 他們那些是英國沒有什麼受教育的人 就是所謂的低下層 覺得低下層的說的英文 在英國低下層的英文就十分之像現在澳洲的一般的澳洲這個口音 知道嗎? 我看過一個說的就是澳洲口音就是一幫年輕人 就是當時 就是百多年前 二百多年前 二百多年前 不是 八九多年前 那就是一幫年輕人 他們家裡原本說的那個口音 就不是 就是大家因為在英國不同的地方 或者在英倫三島不同地方的口音 都會不同的 那他們來到之後 就父母就保持了 但是那些年輕人就自己用自己的語言去溝通 那就慢慢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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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口音了 這個也挺有趣的 但是我還沒聽過這個說法 我聽過的就是英國的口音是比較粗 還有它那個是比較沒有英文那麼方式 它的表達方式都是 因為它源自的這個語言那個語系都是來自一幫罪犯的 因為澳洲的第一艘船過來就是運罪犯的嘛 那些罪犯過來當時就是有很重的這些口音 那直至乎流傳到之後呢 都有保持著這個原始的低下層英國人的口音 就是現在的澳洲音 所以我發覺澳洲那些是比較粗俗些的 它就連那個禮儀方式都是會比較粗俗些 唯有一個就是我發覺很不同的 和香港的一個禮儀 在香港你看到朋友會不會握手的? 香港看到朋友會不會握手? 看到好朋友就不會握手的 其實我想主要是Business的認識的朋友 或者人就會握手 否則就不會了 這裏是不同的 這裏是不同的 這裏是如果是好朋友可能會握手 一般的朋友都會握手 來表示一個友好的 和他們的握手和香港的握手方式很不同 香港呢 是好像不會有一個很實正的一個grip在那裏 這裏簡直是握手的 就像看武俠小說那些鬥內勁那樣 握到你手骨都爆了 那這裏才叫握手 如果你在這邊和澳洲人握手 你不用力握呢 它就會看低你的 嗯 是的 這邊會握手 當然是握手的 絕對是握手的 無論什麼形式的朋友 或者什麼類型的朋友 你看到也是會握手的 這個是正常的 是的 很正常的 但是在香港就不會了 就是在亞洲地方一般都不會了 不過我 你說這件事我又想起呢 嗯 就是我在馬爾文有親戚的嘛 嗯 那我初初來到的時候 或者初初來的時候 我不記得是來到還是之前來探路的時候 那見一個長輩呢 那個長輩就跟我握手 嗯 那我即時衝勾而出 哎呀 握什麼手啊 大家都這麼傻 我當時 十幾年前那個反應是這樣的 但是他可能在這裏很久了 是吧 很久了很久了 他不會說叫你什麼什麼先生 那樣的 不會叫你黃先生 陳先生 楊小姐 不會這樣的 很直接就叫名字了 甚至乎是 但是我有一件事很頂不順的 到今時今日我都習慣不到的 就是叫長輩都要叫 都是以叫個名字來做 稱呼 就是澳洲 英文名叫做first name 就是你的名字 不是你的姓 那我們始終都不習慣的 我們是叫什麼叔 什麼姨 那樣的嘛 中文 大姨媽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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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是叫名的 甚至乎有些年輕人離譜到 叫老爸啊 外父啊 外母啊 都是叫名的 哇 那大姨 叫名在我們亞洲人的這個 背份來講 是同輩才叫名的 或者小時候才叫名的 長輩永遠不會叫名的 都會有個專稱的 還有某一個特定的身份 我們又會加個身份在後面 就是你會叫一個牧師做梁牧師 啊 孫牧師啊 那你會這樣叫的 很少會叫名的 這裏就很common的 這個我反而覺得就不出奇 就是我沒有覺得出奇或者不關 因為你看戲都是這樣的 就是看戲看到 這件事對我來說 並非是澳洲的獨有文化 西方的文化 是general的西方文化 那變成很小時候都知道的 他們叫名的 就是 很難接受 我又覺得沒什麼 這個 就是 我又覺得沒什麼 可能看戲都是這樣的 我們自己 我自己 總之你不要逼我 我不會接受到我兒子叫我的名字 我沒有意見 這個 你們三父子的事 不關我的事 如果將來的女朋友叫我做名字 我會叫她 你不要娶這個 這個我沒有禮貌 你不是說回回去 你這樣叫就代表同輩了 這樣就開得多了 你有沒有發覺澳洲 他在語言方面 他的特性 這個好像和禮儀都有一點關係 就是他稱呼每樣東西都很懶 很relax 很short 例如 很簡單 BBQ BB Afternoon Affle 還有很多不斷 會有更多更多出現 什麼都是用O 很多都是用O字來結尾 你知道嗎 有些叫Dave 也叫做David 是 是 很喜歡用O字 我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什麼字都是兩個音 全部都選了 變成兩個音 很奇怪 這是他們的溝通方法 其實不奇怪 我覺得很正常 你反過來想 我們不是叫你去墨基吃東西 嗯 是吧 嗯 還有些什麼 突然想不起 香港人 我們自己裡面 很多簡稱 很多花名 嗯 比如墨基 已經是一個墨基 是吧 今天吃什麼 吃茶雞 是吧 我們也有 其實我們也有 他們真的很多 很多這些 我想只是 澳洲人才會聽得明白 嗯 有很多這些簡稱 如果一個美國人來到 都未必會聽得明白 這些簡稱 因為你問美國人 知道什麼叫阿富 他們未必知道 是 巴比他們都可能 可能問 其實 巴比就是那個女兒 是啊 那個公仔就是巴比 哈哈 就不是巴比 其實呢 這個問題呢 我和一些 其他朋友 討論過這個 大家的語言不通 這個問題 嗯 就不單止是 就是說澳洲和其他國家 其他西方國家的人 甚至說 譬如我們在亞洲裏面的人 或者來自亞洲的人 我們互相之間的 就是講的東西 對一些事 就是一些物件的名稱啊 或者一些事情 我們怎麼去講它呢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 嗯 我又覺得這個東西 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過 太過特別了 就是我們之前我講的例子 就是這個 你說阿佛啦 阿佛 那我就想起阿佛卡道 嗯 那你知不知道 這兩件事 不是跟你說阿佛兩件事 先告訴聽眾 是 那你知不知道台灣 怎麼叫阿佛卡道 嗯 見過不過不記得 好像是叫做諾里 嘩 你真的想不到 是不是 如果台灣人來到香港 我想買個諾里 國麥津 是不是 那就是同一件事 Potato 國語 國語都有兩個叫法 大陸和台灣都不同的 台灣叫馬寧薯 是嗎 是 這個算是台灣 土豆就是大陸 大陸就是土豆 我們叫薯仔 是不是 所以我們叫同一件事 都不同 所以 所以 你不可能明白 真的 是的 是的 我們再回去再見 好奇怪 好奇怪 要拍證件想去辦理護照 當然是去到太古廣場 太古廣場裡的富士圖 一定幫到你 拍證件照 15分鐘馬上獲得 現場還有很多富士產品系列 即影即有相機 不同款式的相紙 特別限量版的即影即有 有什麼都齊 拿護照 沒有問題 富士圖 94年開始已經幫助大家 電話是905-940-9333 剛才我們說完見面的禮儀 另外說說唐人很流行 就是這個送禮的禮儀 嗯 送禮的禮儀 如果你去一些朋友家裡去探望他 或者去送禮物 唐人很流行 不知道送什麼 就給禮仕送錢 直接追買 但是這裡不流行 這裡唯一可以給錢的 這個在澳洲的文化上面 這個禮儀上面 唯一可以被接受的 就是你給小小錢 那些小朋友 小孩子 這樣就可以接受 如果不是呢 你給錢 那些大人 就算是你覺得 怎樣擠到紅色的禮儀 封給他們 他們都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送錢 那這邊是流行什麼呢 你知道嗎 就是GIFT CARD 是啊 沒錯 香港是流行不流行GIFT CARD 就是禮券 會不會 那些人說 我不知道買什麼禮物送給他 不如送一個 什麼電器袍的禮券給他 是流行不流行的 香港人是不是流行不流行送禮的 除了有特別的場合之外 不知道 是不是呢 我真的不知道 這裡是很流行的 就算去什麼派對也好 如果真的不知道送什麼 就會禮券 他喜歡去哪裡買東西 就在那裡禮券 做個禮券給他 這裡是很流行的 香港如果送禮 就好像結婚生日那些 或者聖誕節交換禮物 那些才有的 嗯 那些就不會禮券 那些當然是禮物的 多數是 是啊 譬如很老套的 送給男性 送一條胎 要是送一條皮帶 總之一條條的東西 一條條 一條條 一條皮帶 一條皮帶 銀包也可以 要是一包包 送給女性 一條香水那些 是啊 香水 又不是太貴 又OK 這樣 還有這裡送禮 很多時候 如果你真的很有心 選一份禮物給一個人 你不知道那個人 會不會喜歡這份禮物 你多數會 在這裡會多數會留在收條 如果那個人說 你送給他那時候 你看看你喜不喜歡這份禮物 如果不喜歡我 就給你一個收條 你去會別的東西 那樣子 OK 這件事挺好的 這個是實際派 我覺得這個是很實際 這個送禮的禮儀方法 又是挺特別的 那如果你是說 做南嶺工作的人 多數如果說 叫大家去對方家裡吃一頓便飯 或者去Barbie 去Barbie的時候 就一定是走不了 要不就抬一箱走去 批到日月無光 要不就拿幾瓶 拿幾瓶走去批 就是必定的了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這個我也是來了一兩年之後 才能感受到的就是 如果去這一類的集體活動 買酒又是最好的一件事 就是最簡單 因為始終都會有人喝 始終會有人喝 還有其實你去那家人 他都一定喝的了 要不就開了它 大家一起喝 當然是 其實又不用想 走去Bottle Shop那裡 總之看到誰知道 剛剛價錢差不多那個就買了 其實又不是很貴 是啊 我記得幾年前 可能在說十年 電視有一個廣告 是賣某一隻物品的 我會說 他說在購物 在超級市場 撞到鄰居 那個廣告是這樣的 撞到鄰居 你買東西? 是啊我買東西 我今晚開派對 咦你沒東西做 不如你也過來 啊不好的 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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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好過 嗯 那買什麼好呢 買什麼過去好呢 這個是這邊澳洲人的一般 例子 叫你過去 你就真的不只是過去 那麼簡單 你會想一下帶些什麼過去 那麼這個廣告是賣朱古力的啦 當然 買這一隻朱古力過去 就人人都喜歡的啦 這樣 那麼 那這裡是買 買個朱古力啊 甚至乎 有些可能 如果是真的好像鄰居這樣 那麼方便過去的 就會 做些東西吃過去一起吃 那麼 做些東西吃其實你又不知道 別人有什麼吃 那麼你如果做雙倍吃不完 那就不知道怎樣 所以最好都是 不是朱古力就走了 一定始終會有人吃 這些東西 或者生果 我試過帶生果 生果都有 花都有 但是我其實真的不太知道 花要來做什麼 你送給別人 要來插 別人請你去吃飯 那麼你拿一盒花去 那又不能吃 但是呢 我先說回一會兒 其實呢 你說呢 那個禮儀上面呢 有不同呢 但是其實又有些相似的地方 那就是譬如你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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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紅色 粉紅色的繩紮住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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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去送禮的話呢 就是一般如果是禮貌上的送禮 當然不是說你想巴結的送禮 又不同說了 一般禮貌上的送禮呢 這裡的禮儀就是不喜歡送太貴重的東西 收那個也都不喜歡收太貴重的東西 所以你說酒這樣當然有便宜有貴啦 那其實酒便宜的就 就是一般價錢的就好了 你不需要走去買一枝 那次我在這裡的酒店見到有一枝路易十三四千八 那沒有人叫你買那些去送禮啊 對不對 就是一般的二十多元的紅酒已經是很得體的 這裡是很接受這個銀碼的禮 又不會覺得你出手這麼低的 這樣就不會的 不過再說一下 我覺得其實是兩種情況來的 就是參與一個活動的貢獻 我就覺得這裡的人是很著重 或者很主動地希望自己參與一個活動的時候 是自己有一些貢獻的 就是譬如就是說你過隔壁的房子的時候 你帶點東西過去就是你的貢獻來的 我們玩我不需要很貴的 對了對了 那個送禮就是另一件事了 就是譬如你老闆生日送什麼給他 或者我生日你送給我 這樣就不同了 這些就叫送禮了 我進貢不起路易十三 實在 我也喝不起 不要不要千萬不要 我喝不起 兩滴都幾個水啊 另外就是 在這裡 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有沒有這樣的習俗 在這裡如果那份禮物 例如你剛才說生日這樣 生日開派對這樣 送禮 這裡很流行是職場拆的 不流行別人走了才自己慢慢撕的 這裡是在別人面前 送給你了 當然不是說即收即撕 但是收起來收起來 這樣就好了 開完派對了 吃完東西了 到拆禮物時間了 就個個圍著了 看著那個人在那裡 向那些禮物來施暴的 這裡是在別人面前拆的 另外有沒有你知道的 有些文化是這樣的 你說得好像那些人結婚即場拆人情 那樣的 像呀 像呀 真的有一點點相同 那個人情是錢 但是這裡是禮物而已 香港都不會即場拆人情 很難說 我都遇過 其實在香港的時候都遇過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 送一份禮物 跟著對方拆開 而看到一份禮物的整個過程 是一個整體的experience來的 是啊 是啊 就是那個開心 你送一條毛給我 這樣很開心啊 這樣 是啊 還要是 這是一個整體的經驗 還要是在我街口那個公園那裡 抓一隻我來拔的 是不是 那你找到就厲害了 你厲害了 我真的要收了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整體的經驗 那些人是喜歡的 那我就覺得這件事挺好的 是不是 用到盡的 反正那份禮物都買了 又收了又送了 開還開 但是不開是代表沒有禮貌的 哦 哦這樣呢 你說得對開是可以分享那份喜悅 和經歷那個過程 但是你如果不在別人面前開 在澳洲的文化是沒有禮貌的 OK 好先記住 所以一定要在他們面前 有這麼大力氣 扯這麼大力 啊 那這個就是送禮啦 那其實都很講究 那又不需要特別好做作 因為剛才都講過啦 澳洲人是比較 一般來說比較隨和啦 沒有這麼緊張啦 你看他們的生活節奏 你都知道啦 很隨和的 那麼他們那個 看那個銀碼都不是那麼重的 其實 變你所說呢 都是那個收禮物 就是代表你有心你想有貢獻 他們都是喜歡這件事而已 不會說真的說 你送個VB給我 那個啤酒 你拿個VB過來 我喜歡喝那些來老的東西 那些進口啤 他們永遠都不會這麼想你 所以這是一齊大家開心 那就最重要了 是 這個 不過這個呢 我又反過來說 我又覺得和我們的 就是至少我覺得 和我接觸到的亞洲文化 或者香港文化的分別又不是很大 嗯 因為正所謂我們都會說 至少我相信你都會說 就是所謂物輕情而重 嗯 這個是大家 就是至少香港人 你講物輕情而重 至少我們那輩 嗯 就是不會有人反對的 是不是 嗯 就是一定要 還有以前 譬如我們 我們啦 我們上半輩 或者上一輩 其實大家都窮的 嗯 那你買到幾貴的東西 就是我又覺得 這個也是 還有另外就是 我很記得的 小時候就是看一套 日本的卡通片 就是打棒球的 嗯 那個小孩呢 就在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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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怎麼想 要送一份禮給人呢 給朋友呢 那他的老師就教他 那你最喜歡的東西 你考不來就送自己喜歡那樣東西給他 嗯 就是好像送自己的心給他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啦 那就送一個棒球給他 嗯 那這個就是我看那一套 日本卡通片的那個 那個東西我又很記得啦 Anyway 現在也說得出 就是我記得啦 我们亚洲里面... 我想我们亚洲都有这一类的 现在还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 比如香港因为很多不同新的人加入了那里住 文化就变了 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们以前就是这样 给另外一套思想洗脑是吧? 不要说洗脑被人影响 总之你知道的 讲一讲我们又要讲了那些 不是 然后整晚又变了叉叉败会 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休息一下吗? 没关系 你要休息一下就休息一下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回顾这一年 大家欢笑过 大家伤心过 大家轻松过 大家担忧过 无论这一年如何 感激身边有着大家 新一年继续相伴同行 大家好 祝大家幸福安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刚才就讲到去这个 探人的时候 跟着见面 送礼 这些这样 送礼的场合 当然不少不免都会有去人家 社交活动 这些叫做社交活动 澳洲最出名的这个社交活动 怎样说呢 最平常的一种社交活动 就是去对方家烤夜吃BBQ 就是BBQ 刚才说的BBQ 这个是澳洲的一个重要的一环来的 如果你是客人 人家邀请你去 刚才也说到 带点东西喝 或者你自己喝自己的也好 你买来一起喝的也好 怎样都会买点东西去喝的 朱古力啊 或者甚至乎你做点东西吃 这些就是很正常的啦 那穿衣服会穿些什么去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五六十年代在香港的人 是穿什么衣服去BBQ的呢 五六十年代我没有看过 我自己在七十年代 没有看过 我自己在七十年代去BBQ 就和City出牛仔夫啦 是 但是五六十年代呢 我想那时候可能轻洋服 我见过的那些照片 五六十年代的人去BBQ 都穿了西装的 是 就是香港是找叉烧食的那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那些照片 或者可以上网都找到 有些人扔一些旧照片上去的 《昔日香港》等等 就是穿着一套西装 每个人都穿着西装去烧食的 这里当然就没有这支歌仔唱啦 这里就很casual去烧食的时候 通常都会穿些很简单的 就像你所说的 牛仔褲啊 T恤啊 就是牛记粒记啦 是啊 但是如果不是去BBQ的话呢 你可能会想和人查一下 那个有没有Dress Coat 虽然说是去别人家吃 但是如果别人穿得很casual 你穿得很科毛 那又价格不入 反过来也是价格不入 所以你问一下别人 如果别人多数很casual 其实看这个搞手呢 他整个处理整件事呢 是用一个很casual的形式去处理啊 还是他用一个很formal的形式去处理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邀请你 是的 我会有一张邀请卡给你的 那张邀请卡 suppose上面就有 有讲到Dress Coat 如果有Dress Coat的话 嗯 那如果没有呢 就是求几乎记 我不知道是不是求我 这个understanding 对不对 如果他没有邀请卡 就这样 王老师过来 打个牢 我假设贵佬跟你说 Pharmacist Please come here for Barbie tomorrow 嗯 如果这样说的 就多数都是很casual的了 是的 是的 那还有别人邀请你去吃饭的 那就 那个到达的时间 澳洲呢 其实都很准时的 那有些文化 未必那么重视准时 但是澳洲是很准时的 澳洲人大部分都很准时的 如果去家吃饭 如果不是Barbie的话 例如说 一对夫妇请另外一对夫妇去家吃饭 那这些呢 就一定要准时了 我都看过有些其他的 其他的 介绍这个澳洲礼仪的网站呢 他说 甚至乎早一点去 去 聊聊天都ok的 但是就不要太早 太早呢 别人还没预备好呢 你去 你太早去呢 别人又会有一些 你太轻的感觉 那在澳洲的文化 如果别人邀请你去吃饭呢 别人又不会 不希望你早点来去帮忙 那些 那些很严重的 反而Barbie就会 早点来一起烧食吧 一起帮忙烧吧 这样 会这样 我突然想 早点来一起帮忙起炉 澳洲的Barbie是不会用那些炉的 是不会要透露的 我见过的 我那时候住在我旁边两家屋左右 那就是有一帮人在家前面 因为可能他的后院没有 他喜欢在前面 总之我在前面看到他 那就是有个炉在前面 就拿着那些叉来烧 有些炭在那裡 那就没有了 有些炭在那裡 那些其实是香港人 香港的年轻人 哦 一看那个方式就应该知道 是吧 对了 那永远都不会太早到的 因为你太早到 人家叫你坐 那他就要做事 叫你坐你自己坐在那里坐 叫你帮忙澳洲的文化又不流行 所以你太早到是不是那么好的 反正如果是一大群人来说 我明天有30人来 我的party 叫你来 那是可以 迟到15分钟以内是可以接受的 是 其实都是要灵活看情况 是吧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其实很简单 你就当它是一个普通的宴会这样 那么一个普通的宴会就是 你早一点有个召集的时间 大家就拿着一杯东西在那里吹水的 嗯 接着到够钟就叮叮叮叮 就在那里 嗯 都可以这么说 是吧 但是当然又好看情况 如果你去一个party 是那些小孩子那些什么 21岁party是吧 嗯 小孩子喜欢搞这些的嘛 是啊 那些就你几点去几点走都可以 是吧 那礼貌上都不要太过分的 除非他真的打算说 我的party打算开四五个小时 你喜欢什么时候来就可以 你一会儿去其他地方再回来都可以 那就不同了 是 但是如果你说很亲密的 或者很认识的朋友 譬如我和你这样 我邀请你家 你来我家吃饭 其实就 其实就不知道啊 我又真的不知道 他们会是 是不是都是 譬如我和你这样的关系 去到 其实都是隨便的 是吧 我知道不要迟到 但是去到帮忙啊 或者去到一边看着他在那里做事 就是譬如我有个老婆 假设他那我没有啊 我的老婆看着你的老婆 做事在那里吹水 我们就在那里在外面煲烟 嗯 嗯 诸如此类 是的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这里都接受的 这里都会的 如果真是这么朋友的人 好朋友的人就会了 是的 是吧 其他一些文化呢 如果出去吃饭呢 就会流行欠给钱 这样 这里 欠给钱的情况就很少出现 通常 除非人家邀请你去吃的时候 如果不是呢 你就要有个 有个预期就是 你要给自己那份 或者把单单 除二或者除多少 那样 评分 我们两个加起来 除二再除三 你想说 AA制啦 总而言之这里流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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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台湾也是 我猜 亚洲 马来西亚 新加坡应该都有 我猜 是 是 是 感觉上有了 我不肯定 是啊 日本就不肯定 是啊 你很少在这里 在餐馆啊 扒房啊 吃西餐啊 是不是呢 你很少见到 那些外国在那儿 差给钱打架 都有 我见过 但是 见到亚洲人做 是少之又少 这些东西 多数都是亚洲人做的 是 但是如果 如果 如果是商业呢 那会不会是 那又怎样呢 如果是商业 你的意思是 见面的时候 是的 譬如我是一个 譬如王老师 你是我的客人 我就买东西 总之你是我的客人 那你吃餐饭 聊些东西 那就是 估计就是我给的 会不会呢 如果香港 就会是估计就是我给的 如果你是我的客人的话 那这里的 就 就会 如果是 一个 business meeting 如果那个人是有 他公司的 信用卡 那有什么所谓 那当然是 入公数了 但是 就会是说 但是 那个习惯上 都是 那个 就是 那个 怎么说 不是客那方 邀请人那个给 邀请人那个给 是的 是的 都接近的 我们都是 是的 是的 但是如果是说 私底下的 就大部分 都是自己给自己的那份多 嗯 明白 很少说 会这样 争备钱的 但是他们会不会觉得很怪的呢 看到那些 亚洲人 或者看到香港人 争备钱的 有啊 我见过 我见过 有些场合 那些 那些 亚洲人在那儿争备钱呢 那些鬼佬在旁边 不知道他们做什么 以为他们打架的 因为你知道 亚洲人说话又吵了 那个声音又炒了 还有他又不知道 他在那儿吵什么 以为他们在那儿打架 哇 打算拿手袋走 好像打得这么激烈 其实是争备钱的 痴痴地 哦 见过了 见过了 不过这个就是 这点我就觉得 如果和本地人相处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 或者这么说 就是在澳洲 加拿大 美国经国这些国家 其实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嗯 很难说每一个 就是我很难知道 每一个民族 在那儿住的民族的人呢 他那个文化是怎样 集化是怎样的 但是刚才说的 我就觉得 就是不要拿给钱 嗯 大家AA那样 似乎是across民族呢 都是对的 都是适用的 那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 拿张单来看看 张单多少钱评分 那如果他真的有心请你的 凭什么贵的分 等我给 是啊 那是OK咯 如果别人说给的 那难道你真的跟他打过吗 到时候他都说给 如果香港人 就下次我吧 是啊 是啊 很正常的 下次我不要争 是啊 这儿都会有这个文化的 还有 如果说出去一起喝东西 这样 这儿是很流行 聚会的那一班人 例如三个人 每一个人买一个round 这个是很正常的 澳洲也很流行的 就是这个round我买的 下一个round你买的 最差的是那些 三个人喝 第一个人买完一个round 第二个人买完 下一个round 到第三个round 你说走 那你三个人醉了 在那裡犯醉 就是走数 我喝汤 我要去 那这些就比较晚了 这些就是不要得的文化 是啊 这些叫什么缩骨 这些就是缩骨了 没错 这些就是缩骨到爆了 啊 那好了 我们回来 想想其他东西 好 大家好 我是加拿大移民自学教室的Ted 拥有超过13年的签证审批经验 如果你对移民加拿大的资讯 又或者政策有任何移民的话 都欢迎来到我们的website 又或者直接电邮给我们 打压时机 下个成功移民的 可能就是你 一灯 刚刚在这个澳洲的围省 尤其是墨尼本 就刚刚过了Melbourne Cup Melbourne Cup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 墨尼本赛马杯 虽然你未必需要在墨尼本 都可以 都可以去下煮 都可以去倒 但在这里就是一件很大的城市 我们实际上有架放 最开心的 是 以前香港也没有 以前香港也有得到的 香港有马来参加的 以前 好像香港也有得到的 但是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为什么一定要在香港的倒 你在香港可以经过互联网 或者apps 都可能可以下注 没有意见 这个算不算是外围的 我不肯定 我不鼓励 其实我什么是外围 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不赌钱 sorry 所以很多时候看到那些赌片 我都是为了那个 好像很刺激 其实他那些打麻将 那些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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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不知道他做什么 我只是觉得 这部电影 其他的剧情也挺好笑 所以我 不知道什么叫外围 我完全不太明白 不过这个不是重点 我以为你想说 我不知道什么叫赢钱 真的不懂的 我不知道赢的感觉 我整天赢的意思 你如果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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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只马会跑出我 那我怎么下注 我真的不知道 你告诉我哪一只赢 我都不知道 他怎么下注 是买什么 那么多种 那么多种 不知道什么 英文又 英文又 什么tri-factor 那些 我完全不知道 什么 你不要叫我买 你如果有提示 你不要叫我买 就记住 那我今天主要想说的 就是Melbourne Cup 临赛跑之前 根据新闻的报导 就是 那一早早的凌晨六点钟 那样 就有一个蒙面的男子 就爆了进这个Flemington马场 就是Melbourne Cup 当日跑的那个马场那里去破坏 那他破坏什么呢 就是 不知道他是set up一个 录影机在那里拍自己 还是有人跟他一起进去拍着他 他就是在这个赛马跑道上面 噴一些黑色的东西 那就说这些是一些很高油质的东西 是会很滑的 我来这个就是抗议 抗议兼报复也好 什么都好 这个赛马的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 爱护动物寮抗议跑马这一样东西 他是说给人听他自己是一个病态赌徒 可能输了很多钱 向这个马会报复等 累到他们跑不了马 但是当然这个鱼翼算盘就打不响了 他把这条片拍了之后 就上传了给这里的九号电视台 九号电视台就当然立刻做事了 人家也发现他几个钟内 就是将整个跑道的草铲铲起他 换过了新的草皮 之后又怎么样 马照跑咯 一点影响都没有咯 但是这个就反映到 病态赌徒是会做出一些很不尋常的行为 其实赌真的挺类人 一个人就可以搞到这么大件事了 何况我刚刚才说到 现在赌博就越来越容易 又可以上网下注也行 下载一些程式来下注也行 在这几年根据这个昆士兰那边有一家大学 就不是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是另外一家昆士兰的大学 就做了一个统计研究 说这个澳洲是全球人均数 因为赌博而输钱最多的国家 全世界来算 人均输钱为每年的1276元 这个人均数是计算所有人 就是不赌的人都计算 那其实真的很多 你有没有赌钱 你有没有久不久落下注 赌我又不好 那你已经是了 你可能一年可能 你没有了 我又是没有了 那如果你说计人均数 其实真的很多 有些病态倒徒真的输很多 他现在还要搞到越来越容易 那一刻才死 你看这里如果你上网 有时上网看一些东西 他就有弹一些广告出来 那些广告不是 不是因为你看过某些东西 而弹出来的广告 是例如说这里下载一些电视台的APP 那你看回重温的电视剧 他会不断的弹一些特定的广告出来 现在弹得最多的就是某一间送餐的公司 和一间特定的赌博的一个APP的公司 这个APP的公司就直接请了美国的退休蓝球员 Sharic O'Neill 请了他来拍这个广告 这个广告是他对同一帮澳洲人 那帮澳洲人做了一些事情 澳洲很常见 但是美国人觉得很奇怪的行为 他就说澳洲人真的很奇怪 真的很特别 好像这个APP那么特别 接着就说了一大轮 这个APP又如何 如果你的马跑第四五六 我们都可以退还up to 50元的betting credit给你 就是继续引你落财 那其实这个这样的赌博 跟着他在后面就 每逢新做完这些APP 政府都规定他要说一句标语的 就是gamble responsibly 就是负责任地去赌博 这样 这个东西的阻害作用都没有了完全 你记不记得以前香港的吸烟危害健康 我刚刚就是想说这样 我也不知道见过多少次了 是没有的 没有作用的 吸烟危害健康是没有作用的 但是后来出了那些 就是这里的那些烟 那些这样的包装 没有了个烟的名称 只是有拍着一个 熔熔烂烂黑色的 接着这个就是肺了 我想出了那个之后 那个阻嚇作用是会比之前大了的 就是会有多些人 是因为看到那些东西 而慢慢开始去戒烟 或者思考去戒烟的 两点 现在这些年代的年轻人 转了去吃电子烟 嗯 电子烟是 两样东西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这个gamble responsibly 对我来说 负责任地赌博 赌博根本就是一件很不负责任的东西 这件事我不同意 找到一个位置了 不同意 负责任地赌博 就是少倒移情的嘛 没有 你的心隐是 很少人可以这么有理智的去控制自己的心隐 不是没有 你是一僧大师 当然是可以控制到你的心隐 但是一般凡夫俗子是做不到的 大哥 你刚才说这么多澳洲人 都是赌博 不是只有一个瘋了去搏油 是一个自己去拍自己的 不是只是搏油 有很多清家荡产啊 家庭破裂啊 妻离止散啊 这些新闻不会报的 不代表没有发生的 那你要有多少 我用一个准备的例子 就是香港人有多少个人打麻 我不是鼓励人家赌博 但是我是准备这个赌博 本身是不负责任的这个 argument 想想香港人有多少人 是喜欢打麻将才行的 有多少人打麻将打到死了 我真的没什么听过 真的有的 确实有 但是是不是主流呢 我又不相信是主流 很多人都星期六要打牌的 有时候星期六就是 我们这些人教就是 星期六 不是星期六 应该不是星期六 是星期日正好 星期日 就回去 探探父母 喝茶 然后回家打四圈 打麻将帮她 帮她的脑子灵活的 这个容易老人痴呆的 有这个可能的 但是赌博一般来说都是 害多个 闭多个利 我觉得赌博这件事 你看看多少人 明知自己有个小朋友 那天很热 他都放个小朋友在车里睡觉 我自己走进去禁Pokey 出来的儿子死了 甚至乎烧坏了 他的脑子永远变了白痴 你新闻不要说我没听过 那些不是 这些不关赌博 这些不关赌博 这些只是他 是扑街老爸而已 那就是不负贷任 他不走 他不赌钱 他走去 譬如踢球 他也是这样的 他走去靠女儿 他也是这样的 是不是 不关赌博 两个东西 这个是责任的问题 那下年开始 下年四月 具体一点就是 下年四月 政府就出了七个标语 就说取代了这个 Gamble Responsibility 其中有些标语都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它是直接去打入这个 心理上面的层面 不会说Gamble Responsibility 好像很肤浅 有其中一句就是说 你真正在赌博的是什么 你赌博的真正代价是什么 你赌博的是什么 你赌博的是钱 还是你的家庭 还是怎样 有一句就是 你赢 你赢少少 但是你赌博的是更多 这些全部的标语都会在下年四月 在不同的媒体上面都会见到 逢有这个赌博成份的广告 在上面都必定会出现的了 无论是印刷品 印刷品就是雜誌那些 政府还特定了 那个标语不可以太小 一定要看到 如果是收音机读出来的话 一定要读到某一个速度 不可以读得太快 你说了别人都完全听不到你说什么 如果是电视 就应该两样都会有 被别人看到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澳洲很多的地方都在说 我想不会成事了 就是说 如果是这么坏的 不如直接禁止了这个赌博的广告 好像吸烟 好像吸烟那样 禁止了吸烟的广告 这件事我是赞成的 嗯 就是你说禁止广告我赞成 嗯 是的 我觉得根本不需要帮他推荐的 是不需要推荐的 而且他很多时候 是选择性地 在某一个时刻出这些广告 就是告诉你 例如你看球 在看球之前快要开球了 快要折了 他才在狂谷 哎呀 我还没落着 我真的在鼓励那些人去倒 其实这个做法是不理想的 所以全澳各州各省的政府都会同时执行 不是单止是维省 不是说维省 是全澳洲会同时执行 不过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就说 由开始是说一些文化差异的角度 进入 是不是? 这个今天节目 我又问你 做个web up 快快追追 就是 为什么香港人 香港人接触的赌都很多的 我们又没有这个澳洲人接触 就是他说 好像澳洲人赌钱很严重的那样 那么香港人又没有这件事的 为什么呢? 是不是文化有分别呢? 还是什么呢? 文化有分别 我猜 就是好像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到 比如香港人喝酒 喝完酒打架 我真的不是很常听到的 但是在英国喝完酒打架 就好像是家常面饭那样 看球都可以打架 香港有没有看球打架 我也没有听过 我没有听过 可能有的 两个对类的球队的支持者打到台倒了 好像印尼那样搞到悲剧那样 香港人又不听过 以前南马队精工都没有打到这样的 那些球迷 是的 没有的 所以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文化 不过当然了 你说倒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 如果我用回我香港人文化 我就觉得 你香港人都个个都倒的了 又不止个个都倒了 其实倒这个东西 每一个文化都有了 但是他这里的研究就是说澳洲是全球的秩序 当然是透明度高的你才会知道 就是那些经常都把所有数据隐隐隐瞒瞒 那些这样的仆街国家 当然你一天死几万人你都不会知道 是不是 那些人有自己的仆街 那些仆街 那些仆街不死都没用 真的仆街 好了 算了 今天就仆街到这里了 是 今天仆街到这里 下次我们再重新了 好 今天就这样了 好 下次见 请请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订阅 脸 导致 都不顾当一人 齐底 航步车 一喜 看自由 既舟 万小道百来 荣光 民主同行 Spirit of Hong Ko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